好,各位同学 那么这节课就让我们在代码里面来看一下 Python它是如何和我们的Json数据 进行这样的一个交互和操作的 好,那么首先一点我们要理解的是 上节课我们也讲到过了 Json它的载体是什么 它的载体是这样一个字符串 放到我们的Python里面 它就是一个STR 好,不管很多同学 可能在一些客户端的这样的一些SDK里面 当我们拿到了一个Json之后 可能它不是一个字符串 它是一个对象 但是问题是你要知道的是 这个是一些框架 它默认直接的把这个Json字符串 给你转换成了这样一个对象 但是我们原生拿到的就是一个字符串 好,那么我这里有一个字符串 大家先看一下 大家觉得这个是一个Json字符串吗 它满不满足我们Json的结构 大家能思考一下 等会我们来用Python来验证一下 那么我们假设这个字符串 是满足我们Json这样的一个格式的 那么在我们拿到了这样一个Json字符串之后 我们就要使用它 好,那么简单一点理解这个使用 就是我们要快速的能够访问 Json字符串里面的相关的信息 对不对 比如说我在Python中 我需要拿到这样的一个学生的名字 或者是说我需要在Python里面拿到学生的这样的一个年龄 好,那么怎么操作呢 一种方法 当然它是最笨的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你就把它当作是这样的一个字符串 然后用我们的正则表达式 或者是用我们Python的内置的字符串操作函数 来取到这样的一个内幕的值 或者是A值的值 这当然是一种方法 但是这个方法非常不可取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字符串是非常简单的 对于一些比较复杂的数据结构来说的话 它的这个Json字符串可能很长很复杂 好,所以说我们想一想 我们每一次在Python里面操作数据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用我们已知的这样的一些数据类型 来做这样一个操作 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个字典 对不对 再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个列表 还有比如说像我们的原主 那么如果我们用这样的一个Python内置的 这样的一些数据结构来操作数据的话 会比我们直接操作字符串要方便和简单很多 好,那么Json我们说过了 它是一个跨语言的和语言是无关的 换一句话来说 就是每一个这样的一个Json字符串 几乎都可以在语言里面 找到一个对应的数据结构 如果我们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和语言无关的字符串 转换成我们的 比如说转换成我们的字典 然后我们用字典来访问它对应的这样的一个属性 是不是就方便很多了 好,那么上面我们尝试着用Python内置的这样的一些阶层的操作方法 来把这样的一个Json字符串转换成我们已知的Python的数据结构 好,那么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Python 它专门提供了一个模块 就叫做Json 这个模块上面有一系列的方法 可以帮助我们来操作Json数据 好,那么我们接这个Json模块上面 有一个方法叫做Json.loads 这个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把Json字符串转换成对应的Python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结构 然后我们用一个变量student来接收JsonNodes 这个方法的一个函数的返回结果 好,那么这个Nodes 第一个参数可以接收一个Json字符串 我们这里的Json字符串是Jsonstr 好,然后我们就需要观察一下 student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 好,那么在验证之前 我们首先得看一下 这个函数会不会 现在我们的代码会不会报错 好,它会报错 它报什么错 我们看一下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Json的字符串 其实是不符合Json规范的 所以说这里在做这样的一个解析的时候 是会出错的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一个字符串它是Json字符串 我们需要注意哪些地方 好,第一个我要说的是 我们现在确实你看到的是一个字符串 但是这个字符串是在Python里面表示的这样一个字符串 但是对于Json里面的字符串来说的话 必须要加上这样一个引号 好,那么我们只在7月这里加上这样一个引号之后 表示它是一个字符串之后还不行 对于Json字符串里面 这样的每一个key 比如说name和age 它同样需要用这样一个引号扩起来 好,所以说我们把name和age各加一个引号 好,然后18这个数字要不要加 不用加 因为18它本身就是一个数字类型的 数字类型是不需要加引号的 好,加完之后我们再看一下会不会有问题 还是会报错对不对 好,说一下错误的原因在什么地方 这一点是很多同学这样的一个误区 我们在Python里面确实可以用单引号来表示一个字符串 但是问题是什么呢 问题是Json的 它是一个和语言无关的这样的一个标记格式 所以说Json他的定义里面就是告诉大家了 字符串必须用这样一个双引号来表示 不能用单引号 好,所以说我们要把所有的单引号都替换成了双引号 否则的话是无法解析成功的 好,那么里面是双引号的话 如果我们要在Python里面表示它是一个字符串的话 我们最外层就需要用单引号 这个知识点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讲字符串的时候 就给大家讲到过了 好,大家不要问为什么这里一定要用双引号 因为我说过了 有些语言里面它是单双引号都可以的 但是在有些语言里面它只能用这样一个双引号 所以说你这个东西不能以特定的语言来做这样一个和调标准 一切都是以Json格式这样的一个标准的制定方 也就是这样一个W3C的他们组织来定义的 它规定你这个地方用双引号 你就必须用双引号 你说这个地方标准的制定者 它如果把规范改成单引号可以吗 当然可以了,没有问题 因为这个无非就是一个解析的问题 你一切都是要参照标准来 如果你的规范的规定是双引号 那么我们Python解析的时候 就按照双引号来解析 其他的语言也都遵守这个标准 按照双引号来解析 那么如果你规定是单引号的话 我们所有语言的这样的一个解析 Json的模块都按照单引号的标准来解析 也可以 所以说这个没有什么 为什么 它就是这样一个定义 好,现在更改完成之后 我们应该就可以正确的 我们没有打印 但是至少这里我会报错了 这个说明 我们这个就是一个符合Json规范的Json主创 好,然后我们需要来看一下 我们的student到底是什么 因为我们Python它的这样的一个变量 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数据类型的 所以说我们违法直接知道它是什么类型 我们需要用type来看一下 当前的student的变量它的类型 好,接着我们再把student给打印出来 看一下它的局 好,完之后我们再运行一下 好,我们看到这里 student的类型是这样的一个DRCT 就是我们熟悉的字典类型 好,然后student的值就是 Name7月AGE18 这里大家要注意 我们看到打印出来的结果 对吧 基本上和我们的Json这不算是一样的 但是本质上来说的话 现在我们打印的是一个字典 并不是打印的是支付串 上面的DICT表明了我们的打印结果的类型 是字典 这一点的事情 大家是希望大家能够知道的 只不过是因为 所以在我们Python里面 字典的形式是刚刚好 和Json支付串 它的这样的一个定义的格式 差不多是相似的 所以说大家千万要搞清楚 这里是字典不是支付串 好,那么很多同学还会有一个疑问 老师你看这里他打印 Python打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字典 它的这样的一个key 都是用这样一个单引号给引起来的 包括它的值 自付串的值也是用单引号引起来的 这是为什么 你之前不是说Json的规范要求是双引号吗 好,那么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已经通过这样的闹字函数 把Json支付串转换成了我们的字典 至于说字典你打印出来要怎么显示 是用单引号还是双引号来显示的话 这个是Python它字典的一个定义 已经和我们的Json支付串无关了 好,那么此时如果我们想去获取 这样的一个数据的某一个数据项 比如说我要获取内幕 是不是就变得相当的容易了 我们只需要student 然后按照我们字典的法文形式 内幕是不是就可以了 同样如果我们要访问A级的话 也非常的轻松 好,看一下 好,7月18 很方便的就能获取到 好,那么我们再回过头 来看看Json支付串 如果熟悉这样的一个JS语言 Json支付串来说的话 不同的语言有可能把Json支付串 会变成不同的数据类型 怎么理解呢 我们Python里面确实是把这样的一个Json支付串 转换成了这样一个字典类型 但是其他的一些语言有可能它不是把它转成这样一个字典类型 有可能它会把它转换成另外的数据结构 比如说HC列表等等 这个都是不一定的 所以说大家不要认为 就是说对于一个Json支付串 比如说放在任何的一个语言里面都会把它解析成字典 这个是不一样的 我们只能说对于这样的一个Json支付串来说 它对应到我们Python里面是字典这样的一种形式 好 那么我们刚刚给大家讲过了 这样的一个Json支付串 它如果对应到Json这样的一个数据结构里面来说的话 它其实表示的是Json的一个object 也就是Json的一个对象 但是它转换到我们Python里面来的时候 我们Python是用这样的一个字典的方式 来承载这样的一个对象object的所表示的信息 好 那么在Json这样的一个数据格式里面 它并不仅仅的只有object的对象这一种数据类型 实质上来说的话 它还有比如说像这样一个array数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Json它是一个数组的话 我们的Json支付串应该怎么表示 大家一定要理清楚这几则之间的关系 Json它是一种数据格式 我们比如说现在Json有一个object 如果我们要用支付串来表示 表示这个object的话 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形式 好 那么假如说现在Json是一个数组的话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来表示 如何用Json支付串来表示 我们现在把对象再复制一下 好 然后我们在外边再加上两个括号 中括号 好 那么我现在的Json支付串 就是代表着有两个object的对象的数组 好 很多同学可能没有任何变成经验的话 不太理解数组这样的一个概念 其实数组它也是表示的是一种集合 就类似于我们Person里面的这样一个圆组和列表 只不过我们的Person 它把集合分的比较细 它有这样的一个圆组 有这个列表 你像在很多其他语言里面 它就只有这样的一个数组 比如说PHP PHP的数组是非常强大的 这个只是语言对于集合的一个不同的一个结构的形式 所以说大家不用太在意了 大家的关键是要知道 数组其实就是一个集合 不同的语言里面对于集合的叫法是不同的 它们的数据结构也有所不同 好 那么我们现在用了这样的一个Json的Json支付串 把我们Json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数组的形式给表示出来了 然后我们就要看一下 这个数组它转换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Path里面到底是什么 我们把这样的一些不能运行的代码给注释掉 还是用这样的一种形式 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这两个代码应该是不可以再直接运行的了 我们来运行看一下 好 我们来运行看一下 那么结果告诉我们 现在的这个student 它不再是这样的一个字典了 它是一个list的列表 然后在这个列表的内部 有两个元素 每个元素是一个字典 好 那么我们再次的看到 对于数组这样的一种Json的数据结构 我们在我们的Path里面 也找到了对应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结构 就是我们的列表 那么为什么在我们的这个列表的内部的元素数据 数据格式是这样的一个DICT字典 这个也是和我们Json自负穿相对应的 因为Json自负穿 它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的内部是一个对象 我们开始的一个事例里面已经演示过了 我们的Pathen是拿这个字典来对应这样的一个对象的 所以说列表的里面就是我们Pathen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结构字典 好 最后我们稍微的把Json自负穿给改一下 再来看一个例子 好 加深一下大家的印象 假如说我这里有一个flag变量 然后它的值是一个布尔值 然后布尔值在Json这样数据格式里面 应该表示的是这样一个小写的Force或者是True 好 大家注意布尔值它不是自负穿 同样我们不需要加引号 直接是Force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解析出来的结果 大家看见没有 Pathen把这样的一个小写的Force 转换成了我们Pathen里面的布尔值 Pathen里面的布尔值的Force是大写的 好 那么我举了这么多事例 无非是想告诉大家 Json它有自己的一些数据类型 那么我们用Nodes函数最主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把Json的数据类型转换成我们Pathen自己的数据类型 好 那么在我们编程里面有一个术语来定义这样的一个由自负串到我们某一种语言对象的一个解析过程 这个可以给大家提一下 叫做反序列化 这个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是由自负串到我们语言下面的某一种数据结构 这样一个过程叫做反序列化 好 各位同事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 我们下节课再见 我们下节课再见